大家好,我是幸福的眼泪 今天我们来做经典又美味的虎皮蛋糕卷 我们先来做里面这层蛋糕卷的部分 配方我用的还是非常经典的小四卷 这个配方卷的时候不容易裂 成功率比较高,非常适合新手操作 我们先把四个鸡蛋分离蛋清跟蛋黄 装蛋清的盆一定要无油无水 蛋黄里边加入水和玉米油 先用蛋抽把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 然后再筛入40克的蛋糕粉 蛋糕粉也就是低筋面粉 把它们拌匀 搅拌的时候可以画Z字形搅拌 防止面粉起筋 拌好的蛋黄糊就是这个样子的 比较稀 然后放在一旁备用 现在把烤箱预热上 上下火180度预热10分钟 然后我们来打发蛋清 今天用厨师机来打 先调六档启动 然后在蛋清里加入一两滴的白醋或者柠檬汁 这样可以给蛋清去腥 再把细砂糖全部倒进去 因为这个量不是特别多 我们一次性全部把糖倒进去也是可以的 然后再调到厨师机的最高档打发 用厨师机的高档很快 大概不到一分钟就能打好 大家一定要看着点别打过了 看到出现明显的纹路了就可以停下来看一看 打蛋头在蛋白里转两圈 然后把打蛋头翻转过来 如果是这样子的大弯钩的状态 就说明已经打好了 做蛋糕卷就打到这种状态 然后先用刮刀取出三分之一的蛋白 放到蛋黄糊里 刚开始可以像我这样 用切的方式来把蛋白和蛋黄糊混合 然后刮刀由中间切入 由底部向上翻拌 一边拌一边转动盆子 大家注意看一下我这个手法 千万不要画圈搅拌 画圈搅拌会导致蛋白消泡 就用这个手法把它拌匀 拌匀以后把面糊再倒进剩下的蛋白里 还是用同样的手法 由底部向上翻拌的方式 来把它们拌匀 拌好的蛋糕糊就是这个样子 很细腻又有光泽 有流动性 又稍微有一点点浓稠 然后我们把蛋糕糊倒进铺了油纸 或者油布的方形烤盘里 这个方形烤盘是28x28厘米的 用刮板把蛋糕糊抹平 一定要把它抹平 但是动作又要快防止消泡 可以先稍微晃一晃 让它垫得更平整 然后在桌子上再稍微摔几下 把里边的气泡震出来 然后赶快送入烤箱的中层 用上下火180度烤18-20分钟 具体烘烤的温度和时间要根据自己家的烤箱来调节 烘烤完毕我们就马上把它取出来 先摔一下把里边的热气震出来 然后把它从烤盘里拿出来 把四边揭开就让它这样晾着 现在我们来打发淡奶油 淡奶油里面加入糖粉 用打蛋器的一挡一直朝着一个方向脚打 一边打你会发现淡奶油变得越来越浓稠 打到出现纹路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 要勤检查不然很容易打过 从出现纹路到奶油打好 这个时间大概也就是10秒钟左右 所以这里大家千万一定要注意一下 打到这样 奶油很光滑细腻 提起来的奶油有直立的尖角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把奶油先放到冰箱里冷藏 蛋糕卷晾到摸上去 还有一点点温度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卷 在蛋糕片上铺上一张油纸 然后手捏着油纸和油布 快速地把它翻转过来 再轻轻地把油布接下来 尾端的边要用刀把它斜着切 切个坡度出来 这样卷完以后好看 顶部用刀直立着切就可以了 然后把打好的奶油放在蛋糕上 奶油可以稍微留一点点 一会儿还有用 用小抹刀把奶油都抹到蛋糕片的每个角落 这里要注意一下 顶部要留出1-2厘米左右 不抹奶油 这里的奶油要抹得高一点厚一点 下面的奶油要抹得薄一点少一点 抹得要像一个滑雪场一样 这样卷完了以后 奶油才不会被卷出去 然后拿一个稍微长一点的擀面杖 我这个还是稍微有点短了 把擀面杖放在油纸的下面 左手扶着蛋糕体的尾端 右手用擀面杖把油纸提起来 把没有奶油的那块压在奶油上 让它和奶油贴合在一起 然后再提起擀面杖 像这样再把它卷过去 卷的时候 左手扶着尾端 这样就比较好卷 卷过来以后 擀面杖先不要拿开 像这样 左手往前拉着油纸 右手拿着擀面杖 把蛋糕卷往后推 推到推不动了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包起来 放进冰箱里冷藏 现在我们来做虎皮的部分 把蛋黄放入厨师机里 打蛋盆还是要无油无水 加入细砂糖 开动厨师机 厨师机直接调到最高档来打发 打发蛋黄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烤箱预热上 200度上下火 预热10到15分钟 打蛋黄时间长一点 用厨师机打比较省力 手持打蛋器打的话 要10分钟左右 一直打到蛋黄的颜色发白 体积变大 而且看上去很浓稠 这个时候停下来检查一下 蛋液滴落下来的速度比较慢 而且滴下来的纹路 不会马上消失 打到这个样子就已经打好了 然后加入过筛的玉米淀粉 低速再搅拌几下 搅拌至看不到干粉就可以了 拌好以后再把它倒入铺了油纸或者油布的方形烤盘里 这个烤盘还是28x28厘米的 用刮板把它抹平 这个抹平的时候面糊比较稠不太好抹 要尽量把它抹得薄厚均匀 不然烤出来以后就是有的地方厚有的地方薄 抹平以后把它再摔几下 然后放入烤箱的中层 用上下火200度烤5分钟左右 这个烤的时候你一定要在旁边看着 烤到上色程度达到你想要的颜色了 就马上把它取出来 时间只是一个参考 注意千万不要烤糊了 如果你一不留神 它有可能就烤糊了 取出来以后把它放在烤架上晾凉 把四边揭开 这个比较薄 差不多有个5分钟就晾凉了 然后把它翻转过来 然后轻轻的把油布揭下来 建议大家倒入面糊之前 在油布或者油纸上薄薄的抹一层油 这样比较好揭一点 接下来以后把四边修整齐 然后把刚才卷蛋糕卷剩下的奶油 薄薄的在上面抹一层 如果你一不小心忘了 把奶油都用光了 薄薄的在上边抹一点浓稠的酸奶也是可以的 然后把蛋糕卷底部朝上放在虎皮上 把虎皮包住蛋糕卷 虎皮上抹了奶油或者酸奶 它们就能粘在一起了 然后再把它翻过来 这样我们这个虎皮蛋糕卷就做好了 然后就可以切块吃了 切之前要把刀放在热水上烫一下 再把水擦干 或者把刀放在火上烤一烤再切 这样就能切出很漂亮的切面了 那今天的虎皮蛋糕卷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想收藏查看更详细的图文教程 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幸福的眼泪 如果小伙伴们做了这个蛋糕卷 欢迎到我的新浪微博at我来交作业哦